三分线外左手持球通过假动作缓开对手 杀入内线双手拉弓格扣 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就是辽宁队的张振林 同样在北京时间11月14号 张振林入选了中国男篮集训名单 在仅仅21岁的年纪 张振林就已经达到了很多同龄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作为辽宁队的核心奉献 张振林从进入联盟以来就备受国人期待 14岁的时候 张振林和他的家人就决定前往美国 来到印第安纳州进入拉鲁米尔中学 而这里也成了张振林篮球生涯的第一站 进入新环境 张振林不仅需要独自一人生活 而且还要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背下球队的20多套战术 作为一个黄种人 想要在美国青少年培养体系中突出重围绝非意识 但是张振林依然凭借自己的毅力硬扛了下来 为了加强自己的对抗 张振林每天会选择凌晨5点起床 独自去训练管苦练 为了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 张振林会在训练结束后 每天准18点出现在教室 在不耽误学业的情况下 张振林还练就了一口不错的英语 从球队边缘人到球队的主力位置 他用了整整4年时间 在离开高中后张振林加入了杜兰大学 并且在2018年11月完成了首秀 在美国的打磨不仅让张振林的球风变得非常劲爆 而且像他这样的美系前锋也确实在国内不可多得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爆发 NCAA比赛也无法如期进行 张振林只能无奈选择回国 2020年辽宁篮篮总经理李洪庆 邀请张振林加入家乡球队 在一番缜密的思考后 张振林还是选择将自己的天赋带到CBA 作为一名新人 张振林身上背负了无数的光环 在自己的新秀赛季 张振林场均就能拿下14分5篮板的数据 在对阵广东的总决赛中 也有着单场狂砍46分9篮板的恐怖表现 有的球迷是这么评价他的 小金子是能扣篮绝不会上篮 能隔扣绝不会选择退缩 这就是属于张振林的暴力美学 从曾经出道美国的瘦弱男孩 到现在CBA赛场上的暴力前锋 张振林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自己就是那颗会发光的金子